第四十题,若在弹簧下端悬挂一位置重量的物体,测得弹簧的长度约为4.50公分,则此物体的重量约为多少公克? 我们从表格上已经看出来,每增加两个法码,大概会增加长度一公分,每增加两个法码,大概增加长度一公分。 那么现在是4.5,就增加了0.5一半,所以增加一个法码,试再多一个法码就是五个法码的意思。 那么前面提名告诉我,一个法码是20克,所以20乘以5叫做100,所以这东西大概有100克重。 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,则此物体的重量约为多少公克重?我们答案选的是B,100。